遥控空调无反应 如何区分是遥控器 空调 还是电源的问题呢 第一步 给空调重新充电 看一下空调有无反应 如果没反应 大概率是电源的问题 或者内机板的问题 如果有反应 大概率是遥控器 或者接收图的问题 那上电无反应 经常预测的情况有 你像电源这边插座 为安装到位 再就是变压器 一次绕走开路 还有就是7812碗牙块散坏 第二步 检查遥控器的好坏 打开手机的照相功能 对着屏幕按下遥控器 如果灯不亮 说明遥控器是坏的 如果灯亮 说明遥控器是好的 这时如果不能遥控空调 多数就是接收器散坏 或者竖潮 这种接收器散坏 或者说竖潮 书中也有详细的检查方法 还有带换接收器的方法 那你想学习虚空调的 可以去看看这本书 但是这本书的心土 都尽管了 这本书就这么快